看到了小烏龜在草丛里 研究人员一把抓在手上 烏龜的四肢伸出来 油啊油 想挣脱 但没辙 眼睛呆萌模样 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惊呼 太可爱了吧 最佳长 114.25 眼前这龟不是普通的龟 它叫做石蛇龟 是瀕臨绝种野生动物 我们跟着中兴大学研究团队 来到中部山区寻找石蛇龟 在草丛当中寻找到一只幼龟 石蛇龟在台湾是一级保育類动物 族群数量正在下降当中 中兴大学生物研究中心 长期以来对石蛇龟进行保育工作 石蛇龟野放后如何追踪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踏上 寻规之旅 地点是不能被揭露的中部某山区 时间是在五月下旬 就是无线电接收器主机跟天线 身穿长袖背着后背包戴上帽子 拿着无线电接收器 中兴大学生科系研究助理孙雅云 带上学弟妹 开始每两个礼拜一次的例行公事 掀开草丛山路崎岖地上采的是软土 林子里还撞见过去曾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 手持无线电追踪器 主机使而靠近耳边 像在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声 追踪器发出的声响 也好似石蛇龟的脉搏心跳 目前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的声音 每只野放的石蛇龟身上 都有追踪器 越接近声音就越大声 对我们外行的来说 这一切就像大海捞针 而对经验丰富的研究员而言 有如小菜一碟 学姐一声令下 学弟妹们赶紧来帮忙 我们会先做一下背夹温度的测量 看天气不一定 都可以 没有标准 记录环境温湿度 石蛇龟的长宽高 为的是掌握野放后的状态 这只石蛇龟的状况是还不错的 因为它可以好好的闭合 从外观来看 背夹颜色是深褐色 中间有黄色棱脊 头部呈橄榄色 眼睛后方有黄色纵带 脸颊是黄色 阴沟嘴附夹黑色 中间有条横向韧带 可以完全闭合 又称作黄源碧壳龟 黄源香龟 叫石蛇龟 但其实不吃蛇 石蛇龟的话 有可能是一个误程 就是大概会看到它去吃尸体 而不是主动捕食 然后你靠近的时候 它会必渴 研究团队定期针对 野放幼龟做追踪 常常有意外惊喜 我们也亲眼目睹 珍贵稀有保育类野生动物 蓝蜀咸 看到了 这样穿梭在山林间 也是一种体力活 那追踪石蛇龟 不是那么的容易 因为一个石蛇龟右龟 大概是像我的手掌一样大 要在五公顷这么大的山区里面 寻找研究人员的体力 要非常充足 石蛇龟生活在海拔 一千公尺以下的浅山森林 丘陵平原环境 与人类活动的环境重叠 是台湾唯一的鹿漆龟类 属于杂食性动物 最爱吃的是蚯蚓或鱼 觉得很可爱 对很可爱 平常是不太有机会 可以碰到 或者是可以看到都不太容易 因为他们是那个宝鱼类 然后对生物来说 我们就是希望他们 可以回到原本的气地 你要怎么样 从一个外人的角度 了解石蛇龟行星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尤其是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来的话 没有人去引导你的话 基本上你是找不到任何一只柜的 追踪的状态 我们其实会考虑 第一个是气候 就是今天到底是不是石蛇龟一个平凡活动的季节 那如果说像冬天的话 有时候可能是会潜到土地的 石蛇龟为何兵为 答案竟然是来自于乌龟长寿的迷信 成为商业炒作对象 像很多文化上面 乌龟都是一个长寿福气的象征 中国的宠物市场的需求 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劣步压力 2006年海关查获第一批走私 被送往收容中心 当年中兴大学是主要的收容单位 2013年甚至曾发生两周涌近 五千只个体的情况 各个收容单位有很大的收容压力 因此开始了做野放的工作 那野放了我们就不能只有 把他丢出去 那我们必须要看他在野外活得好不好 知识长期的追踪 需要长期的经费 真人均坦言愿意长期投身 野外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少 团队开始尝试其他方式 像是无人机 但这些都要钱 日月光环保永续基金会 是石蛇龟保育计划背后的重要推手 2016年我们统计之下 有大约八千多只的石蛇龟 被稻类阻似到全世界各地去 那我们从2016年到现在 一直每年都有一些 经费的一个投注 虽然不多 但是一年招了两百万的 一个左右的一个清费 也放了一千多只的石蛇龟 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成绩 保育的一个潜入 可发现的一个密度 有增加到二到三倍 稻类情形改善 但却无法保证已经根除 石蛇龟二零一九年 从珍贵稀有调生为濱临绝种 短短几十年就从广泛分布 到列为一级保育类 有没有可能这样子 这件事情也可能需要一个十年的时间 就算我们今天小白放出去 野外的个体它们其实大概需要十年到十二年之间不等去 才会达到性成熟 那母国一年只剩两可待 所以它们其实受到珠讯不犯之力的状况 想要降级的难度其实蛮高的 很多物种在我们还没有了解它的生态功能之前 它就消失了 像我们根本不了解石蛇龟对于整个森林的更新 或者是碳汇固碳方面有多少的帮助 那我们根本还没有任何机会去研究的时候 它就从野外消失了 所以其实我们根本也不知道丧失了它 我们到底丧失了哪些 它们所提供的生态服务 当富裕的脚步赶不上物种消失的速度 这漫长的归途需要有人悉心看顾 TVBS新闻叫汉王王浩宇中部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